这是乒乓球史上最有争议的一场比赛 丁宁一场比赛被罚4分 情绪一度崩溃累撒赛场 最后是强忍着泪水打完比赛 颁奖点理上丁宁更是全程黑脸 完全不展示自己的奖牌 而另一位当事人李小霞被键盘侠网爆 说他靠裁判赢得比赛胜之不如 而当值裁判更是传言不会打乒乓球 比赛之后就被赶出伦敦 用不起用他当裁判 这场比赛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回顾 开场李小霞打得积极主动 经常率先上手发力 比分也一直处于领先 丁宁6比8落后 接下来他的一个发球被裁判罚分 裁判直接判罚李小霞得分 9比6 丁宁询问裁判 裁判是以他抛球高度不够 丁宁表示不能理解 不过他还是提高了抛球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不是丁宁第一次因为发球被罚分 比赛继续 丁宁似乎并没有受到罚分的影响 进攻坚决连得2分 面对丁宁的强势反扑 李小霞用试大理晨的进攻及时稳住阵脚 连得2分赢下第一局 3分赢下第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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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霞回球出界失误了 自己做失误分析 场面十分有趣 第二局 第二局场面波澜不惊 李小霞凭借更加果断的进攻战局优势 比分一直领先 李小霞8比5领先3分 此时丁宁发球再次被判罚 理由依然是抛球太低 丁宁和裁判申诉 裁判依然坚持判罚 比赛继续 李小霞9比5领先 但对判罚的不满让丁宁迸发出强大力量 他连续得分并将比分反超 两人比分将持到12平 李小霞终于用一个正手快带斜线再次拿到局点 反手的一个大斜线 李小霞2分闲胜第二局 局间休息两人都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丁宁因为回场慢了被认定为故意拖延时间 裁判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 比赛继续连续 比赛续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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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智海 比赛续连续 溢灭续 感谢观看